那后面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把这个范例再延伸 比如说呢 如果我今天不用筛选 我刚刚比如说取得资料来源是用 用什么用那个我们的筛选功能 这在Excel 那如果说我今天的来源是从资料库来的 资料库 比如说我从资料库取得资料之后 再也是要分别建立这几个 这几个人的工作表 然后建立好这几个人工作表之后的话 那放过来东西不再是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这个筛选之后复制过来 而是从资料库里面过来 那这个方式其实也蛮普遍的 尤其是公司大量的资料要共用的时候 那资料都不会放在你们自己的电脑里面 而是放在资料库 那可能资讯人会跟你讲说 我的资料在那边你要抓你就自己去抓好了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方式 那该怎么去做一个人事修改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呢 在问题十二后面呢 我刚刚讲过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业务 我要用什么 产品别 或者是产品 也许这边有好几个项目 那我要怎么样呢 把它按照不一样的类别 也许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有下拉选单 选单里面就是 你可以按照进度啦 业务啦 产品别这些项目 然后呢 让使用者怎么样 自己选 选择说你要用哪一种类别 去建立分类 那就可以很快 就可以看到他要的资料了 我想这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 再把那个上个礼拜 问题九的部分 稍微做个复习 复习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等一下再来把这个程式 他会做个修改改成资料库的好了 那上个礼拜的东西 基本上也都会在云端上面 所以基本上云端上面的资源 应该都好像也都在 所以这个程式马路 如果你忘记也没关系 到云端上面找一下问题 久的那个画面 这个都有了一模一模一样 OK好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